等一下 韩兵 我接著問你 我們的副防長伯鴻輝的 跑到金門去市道 在那邊講了一番談話說什麼的 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或無人機 在營區周邊拍攝 都要有妥善應付作為 政府長官都不在 請問阿兵哥妥善應付作為 大家都OK嗎 這個我相信應該有交代 就是因為目前你前線 沒有這些能夠反制 他們無人機的這些武器 但是有一種妥善應付的方法 看到無人機就躲起來 不要被他拍到 不要拍到 對 有到了 這個是最高指導原則 不然你叫阿兵哥怎麼應變 他就不把自己照起來好了 這個有問題 這個迷法有問題 這個越界要不要開槍做第一局 你讓小兵來決定 對嘛 所以你就是把責任推給他 是啊 那今天離島外島 經常碰這個狀況 他萬一妥善數 你再給我開槍 把那個打死了 我認為是妥善 那最後 送去吧還是怎麼樣 請問一下你副防長 要不要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妥善應付 A狀況 B狀況 C狀況 因為他講不出口 因為現在外島已經沒辦法 處理這個問題 你譬如說他海警船到了領海 到了你岸邊 他怎麼妥善處理 我請問你不會把責任交給下面去了 對啊 這個東西很 你真的膽子有膽子 我離島的官兵抽回來 是 我為了避免爆發戰爭 我抽回來 這是你該做的 比較大膽的 有負責任的說法 交給兵你妥善處理 對 你的兵訓練到這個程度了嗎 他來當副總長好了 對啊 這個話不能這樣講 當然你假設無人機你可以妥善處理 他手上沒有那個電子槍 無人機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妥善處理 都不知道 那石頭還是帶彈弓 所以這個東西啊 下級沒辦法處理的狀況 上級就拿出肩膀來 我免除你這個責任 而不是說你看得辦吧 辦了怎麼辦呢 處理不好送軍法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我一定要勉勵國軍的幹部 一定要這個 有肩膀 你沒有肩膀下面的幹部 沒辦法動起來 大家都看在等 怕出錯 對 所以你講說這個政府長官 可以同時休假 OK啊 然後呢 然後大家面對面 你就告訴大家 然後誰負責呢 有幾個狀況 所以你只講了前面送了禮物 但是因為這個送禮物 導致的一些嚴重狀況 你卻沒有告訴大家 然後到這邊來 站著講話不要 不是他是坐著講話 你告訴大家要有妥善應處 這個話我也很會講啊 對不對 對所以呢 怎麼樣妥善應處 光是那個無人機來 這個小兵左之右出 不知道該怎麼辦 看著他馬上就被拍成了片子 然後到時候這個 又會被這個網友編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什麼樣妥善應處 無人機也是有攻擊能力的 所以什麼情況之下 要發動第一擊 什麼叫做妥善應處 從顧力熊到柏鴻灰 都不講清楚 好我再問一下張將軍 當然在此同時你看到 美國國防部又來了 拜登任內第14筆的對台軍售 價值3億美元的F16戰機零件 當然F16是已經蠻老舊的 確實需要一些零件 但是我們希望有比較新的 向美方採購66架F16V 到此刻為止還是延當 2023第4季延到2024第3季 然後2026才會全數交機 大家就看到 然後我都不知道 這個戰機零件是不是也是庫存的 庫存拿出來消化一下 以及我們的陸委會 在催生一個所謂的軍用航空法 張將軍是空軍專業 主要還是為了那個M503 M503過去在新聞中 我們討論的蠻細的 大家沒有跟上的話 抓出來補課幫我按個讚 那主要是說這個大陸呢 在拼圖式完成了M503航路 開通之後呢 就破禁海峽中線 然後呢也推動這個 所以認為我們台灣 推動國家的軍用航空法 刻不容緩 那顧力熊今天也有表態 說目前還在審議當中 請教一下我們出台了一個法令 軍用航空法 M503的一些相關問題 海峽中線的一些相關問題 就可以守住了嗎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法要先出來 要法出來的話才有依據 那將來的話這個軍戰機緊急起飛 那一定是戰機優先啊 民航機因為有些機場是 這個我們講的軍民共用 比如說花蓮機場 它也有花蓮航空戰 比如說那個台東的制航基地 它藍邊有封連機場 起飛的航路是重疊的 離場的航路是重疊 這個時候是不是軍用機 因為有任務要緊急升空 這個時候民航機也要起飛啊 不行 民航機壓到那邊 這個時候有民航機要落地啊 不可以 你這時候不能落地 因為這個軍用機它要執行任務 它要緊急起飛 你這個時候在空中先盤旋待命 這個時候是軍用飛機優先 你不能來干擾軍用飛機 讓軍用飛機等一下 我民航機上面載了兩百多個人 我要現在就要實施落地 不可以 這個要有依據 這就是軍用航空法了 你要有這些依據 不認為這些依據的話 民航機說這個時候我優先 因為上面有載人 你看我們上一次的時候 有一架F16撞3 那個時候正在漢光演習 沒有 但是我要問這個張英軍的就是 張英軍講的一點都沒錯 從這個技術啊 法理上來看是這樣 但這其實是個政治問題嘛 包括海峽中線也好 包括這個MA503也好 記不記得在馬英九時代 通通沒問題 那現在通通有問題 所以說到底呢 它好像就不是一個法律 跟這個軍事上的一個問題 它就是個政治問題 政治端如果解決了 兩岸如果關係和緩 這些都不存在 那當然 所以你怎麼看呢 我們現在我不知道了 出台這個軍用航空法 如果寫的斬釘截鐵 會不會反而讓我們自己進退為股啊 那現在的話 因為氣氛不一樣了 那氣氛不一樣了 因為上一次的話 以前的時候是那個 我們知道 因為上面有航空機 這個請戰鬥機保持高度 結果戰鬥機保持高度撞3 因為什麼 因為在雲裡面啊 它要飛到雲上去 你不能讓它是 它結果不讓它飛 爬高為什麼 上面有民航機 其實它這個 它空城它的垂直距離還很大 但是就讓它保持高度 那個飛行員就 在那個雲裡面就撞山了 對 那個飛行員有提出 它要爬高 民航就讓它說 你這時候保持高度 那今天是軍用航空法 演習四同作戰 把空域先讓出來 這個戰鬥機在那執行任務 在模擬演練攻防基隆港 那時候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 那時候沒有軍用航空法 變成所有的都是民航優先 民航要壓迫到的戰鬥機 戰鬥機速度很快 而且是一個人飛 民航機畢竟是兩個人 而且它的固定的航路 它可以做避讓 可以做調整 讓這個演習的期間的時候 按照軍政航空法的法律規定 這個時候是軍用飛機優先 這個戰鬥機 是應該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今天講的 像美方採購的F-16 我認為應該早點到 那當然 因為你這個優言到 從去年應該拿到了 這沒辦法 這不是我們說算 現在馬上這樣 那我們應該向美國提出申請 不是那個烏克蘭優先 張家軍先說申請還好 應該我們應該先優先 而且拿到這些人 這些飛機的時候 人還要訓練 這個秋國證都已經講了好多次了 因為發動機還不一樣 它的發動機的序號 跟那個原來的 我們已經那141架 142架的F-16發動機 完全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普惠 一個是奇異公司 完全不一樣 系統就不一樣 你的它的這 推力當然比較大 29000多磅 但是問題是 它裡面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 技術人員訓練 那都要先開始要做 對 重點就是 普惠是個海島 跟烏克蘭又不一樣 等到假設了 開戰之後 軍員怎麼過來 所以現在呢 就要先把我們武裝起來 社長軍補充一下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東西啊 你只要 你記不記得 上海的民航軍經常會停 對 為什麼 人家都懂得 讓軍機先起來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 好像也不需要用法 這個 你用法 我們現在不是講究法制嗎 那既然有這個需要 還要審議什麼的 這個 不管藍綠都會同意的 這個東西 尤其現在大軍壓境的時候 軍機升空 軍機升空 是分秒必爭 我只是要說 有了這個法之後 就可以解決什麼海峽中線的問題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是你對我們的空軍 對我們空軍的飛行員是有一個 有一個優先權 優先權 這個不難啊 對 第二個 F16V 我跟你講 你問問他就知道 以前換裝 搞了多久啊 不是你說 飛機來了 我上去就能開啊 不是那麼回事啊 還要訓練 你要講 不僅空軍人訓 激情人員要訓練 激情維修不保 都要訓 還有 美國哪裡可以拿烏克蘭來接 美國沒有給一架F16給烏克蘭 都是旁邊北約的國家給的 那你為什麼不給台灣 嘴巴裡講的我支持台灣 我保衛台灣 什麼好話都講完了 東西不來啊 對啊 所以2026會交接 應該打個問號吧 我當然要懷疑 是不是 老共打完了仗了 他可能就全部都不來了 錢也收了 機也污了 哇 這聲音真好賺 另外那個就是講了 那個3億美元的 F16的戰機的零件 我認為就是F16過度耗損 那過度耗損之後 我們是不是想想看 我們的幻象戰機 是不是有時候要出來頂一下 不要讓它那麼刺重 是沒有錯 但這個是出售 是賣給我們 對是零件 對我就是不是軍員 大家不要搞清楚 這要搞清楚 就是這是賣給我們 所以我們是要付錢的 那這個零件 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個在軍售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黑箱更不透明 有一種說法 很多都是庫存 過期的 放了很久的 等等等 但不管如何 加在一起來看 大家就看到 台海的情況真的是 跟過去非常不一樣 現狀其實已經改變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換了一個新房長 他可能會有很多大膽的作為 但不管如何 他從蔡政府到現在賴政府 他是個大紅人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 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 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 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效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